载淫破鲍一 那因为这个载淫破鲍一 对我们来讲 就有很实际的修处方法 所以各位手上都有一张 那个三魂七破 跟那个西洋十二星座 有没有 那个载就是成载 淫就是金淫 那个破就是我们魂破 我们要成载 要经营我们自己的魂破 然后报一报治那个大道 所以别人或许就把那个 在原破怎么样来了解认识 我们这个三魂七破 那个三魂七破 各位先生 我们这个先天 我们求到以后 大部分都不谈这个三魂七破 那这个是或许在后天庙 那个长时间 那个接触以后 所得到的一些 就是在实际现象 实际现象之中 呈现的这一些 让我们很切身的关系 我们来研究它 因为研究以后 我们可以事先防范 知道我们的气数 被什么样的气数 左右的会怎么样做 我们事先知道 我们会防范 会做得很好 就不会深陷情终 比如讲 各位先生 我们现在在不在气数之中 我们都在气数之中 而且那个时候也试验过了 非常的准确 怎么样试验呢 就是这个认识的人 早上一见面 早上见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试验 看看在不在气数里面 他都没事平常 你跟他讲 说你身体不舒服吗 怎么脸色那么难看 哎哟 这样就好了 话不多对不对 对他造成影响 整天 他今天 整天的时间 他一定都会这样 为什么 因为气数 他去给这个手摸掉 摸掉 本来他身体都没事 去给你讲一下 他整个都有事 什么事 不舒服 我身体 喝真乖真乖 不然不知道 倒在不好 整个都被这个室绑住 整天都不会舒服 然后你隔一段时间 再来试验 不一样的 那个情景 他也是没事的状态 你就跟他讲 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什么红光满面 可以点点 他今天怎么样 他的走路 都会调 那个很轻快 那个三副三成两副走 对不对 可是还一样没事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 手 气数 我们去给气数 摸掉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那一种就是 无形的暗示 跟你暗示 说你会怎么 你不知道怎么 你会怎么 你的心会怎么样 就会怪怪的 对不对 然后跟你讲 你有什么 这样好的好的 可是你会说 这个是诈骗集团 说好的都没什么 要小心 说不好 要小心 在干 所以我们都在 气数里面 所以我们要超出 这个就是跟我们 修道很有关系 我们认识自己 不生不昧的佛性 你管他是怎么样 好 管他是怎么样 不好 都跟佛性 没有关系 是不是已经 摸开了 术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修道 就是超出 不是超出气数之外 我们要超出三界 对不对 那手都在三界里面 在三界之中 所以我们超出 不管好 不管坏 我们都跟佛性没关 一下子 胚开了 是不是都没事 会不会做啊 所以我许说 这个我们在凡尘 只要我们投入研究的话 会有很多的 那个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所以或许就把 那个三纹七破 因为以前 在霍天庙 这个是一定要用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一落入凡尘 那个生的年夜入食 就可以排流年 你整一生的经过 都可以事先知道 你这一生 几岁又怎么样 几岁又怎么样 都可以事先知道 可以排出来 那个流年 那个是我们 大致在前世守到的 一之一世 所要接受的果报 那个是有一个脉络 有一个真寻的地方所在 可是我们落入凡尘 我们会改变 只要我们修到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不对 我们都会说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是有时候 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受到气势左右 不知道 那我们这个探讨这个 就是要先知道 先知道这一些 要影响我们的那一些变数 那我们事先都知道了 往后应对起来 我会怎么样 我事先烦饭就不会再 这个换那个同样的够臭了 所以这边就把那个三粉七波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那个三粉就是生粉 这个生粉 动植物都有 它会生长 那么绝粉 就是有那个痛绝 恶的绝 那个绝粉 那个动物也有 我们人也有 那灵粉我们人有 可是我们要了解 那个动物也有 可是动物的灵粉 被它自己掩盖 它自己盖父 把那个灵盖住 所以所有的动物 一定是被朝天 各位回想一下 所有的动物 它的被都朝天 那就是违背天理 违背天理 它才会转世 当动物 动物它的被一定是朝天 重来像小猴子 皱着的时候 头是朝天 可是它只要走路 一定是被朝天 都是被 那个被天理 违背天理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那个灵粉 那个禽兽动物不是没有 而是被它自己掩盖 那个七破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人类有身体了以后 才有这个七破 七破 这个身体死亡以后 这个七破就消失不见了 它就归了在墓地 在墓地 我们带来的代表力 所以底下就有讲那个 破的那个名称 然后有讲那个 生的时辰 我们看什么时候生 然后后面就有讲 它那个时辰生的 有一个主事 就是那个八道这城 在江拐 现在当一个生的君来中怪 它让我们的喜好 并做爱什么 所以在那个主事出生的人 在北方都没有 吃的很爱 那个主食出生的人 对那个吃的 他特别注重 特别喜欢 穿的 睡的 哪里之间 那个就比较看待 可是那个仇跟害 这个时辰生的人 他好穿 他吃的倒不重视 穿的很重视 所以他家里衣服一定很多 那后写跟各位讲 这个是一个倾向 就是你那个时辰 出生的一个倾向 不是绝对 可是他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就是有那一种 朝那个方向去进行 那么从饮食到 那个适时出生的人 就是好饮 就是男女之间的 那个做爱的事 很喜欢 那个毛油 那个好毒 这个好毒 各位先生 不是一定要坐上台桌 我们在生活之中 时常也可以听到 不来修书的功 有没有 那个就是好毒 不来修书的功 喜欢跟人家 那个毒 那一种 在生活之中 就会呈现 那么成跟生 那个生的人 他好后 好后 看得拨头笑着 就是喜欢人家 就是喜欢人家有灾难 那个好后 然后素食跟贵食生的人 好贪 这个好贪 我们都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的贪心比较大 有的贪心比较没有那么显著 都会有 可是是一个时辰生的人 他特别的就是好贪 那么五十出生的人 他好一切杂志 自己的事放的不管 没关系 别人的事没有管 他很难够 我们翻译 有没有这种人 所以他可能就是五十出生的人 所以这个 或许把他写下来 就是让我们知道 看看我们哪个时辰生的 你假如说是那个时辰的话 那你特别去注重 那个时辰会怎么样 嗜好是怎么样 那假如说是我们 像或许是猪息猪息 所以说第一个好吃 村的都没了 要吃的 特别的主要 知道了以后 你看或许吃的 就会比较 这个不是要吃的好 也不是要吃那一些有生命的那一些肉 都不会 可是吃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 是比较好吃 确实是没错 所以这个是给各位做参考 所以底下才讲 三文七破是人类人为六道 已经被天地营养气数 所影响左右支配 我们人们又对他很少加以探讨 所以在不知不觉之中 被无形的气数 这个远想左右了 没有加以防范 那么顺着气数的喜好 我们就会造业 造了很多业 他不知道回头的话 一转眼 大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就后悔莫及 我们翻过来 背面也是西洋的十二星座 这个十二星座 那个生日要看国历的 不是看农历 看国历 十二星座我们达文有接触 那个牡羊座 金牛座 双子座 机械座 这些这个十二星座 后悔莫及有把那个星座的名称 然后那个生的 那个星座 他生的那个时辰 这个是讲陆琴 3月21年到4月19 是十以牡羊座 他五行是十以佛 所以他很聪明 他很佛耀 他很刚毅 有野心 这个是他的倾向 性格的倾向 然后我们呢 假如说有稍微研究这个十二星座的话 他的准确度都很高 可信度很高 那帮助我们来认识 那个众生 众生看看他什么时候的 那个生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他什么座 然后什么倾向 有的呢 就是很固定 很朴实 像金牛座 那个很朴实固定 然后双诅咒呢 就是很善变 记也批判性 那或许就是双诅咒 那么机械座呢 就很佛耀 然后呢 好管闲事 所以或许就讲 在六月二十二号到七月二十二号 这个时间升的 又是 那个五十 又是五十的话 这两个 都是自己的事 放着不管 喜欢管别人的事 想要说刚好 又是在六月二十二到七月二十二 又是五十 哇 等一声就叮叮了 自己的事情都没管 别人的事情没管 很辛苦 所以有那个倾向 那我们就了解说 自己的 生的时候就是那那个时候 那我们就是一样 要自己 耶稀自己 不要管别人的事 别人事跟我无关 要管自己的事 这个叫做事先防范 不然 我们就去手 把我们支配 不知不觉 自然就去管别人的事 所以这边 或许就把它写下来 所以他大概的 那个性情是怎么样子 然后后面那个处事 大概用什么态度来处事 这个西洋十二星座 这个对照我们那个国立的 那个生日 蛮准确的 因为后学在后天庙 大家是有点都没事情做 都在研究一下 这个看名 白流言八语 那个首相面相 大概都是在写的一些 可是后来 或许一求到以后 我全部把它丢开了 我全部都不看不管了 也不收了 这个是说要讲到战云破报意 才又把它找出来 才写下来的 不然我都不再探讨这个 那我们有没有稍微了解了 这个稍微了解对我们有帮助 看我们那个性格的倾向 以及我们的嗜好 大概会什么样的情形 那我们了解以后 我们事先去防范 事先防范 这个 等于说功效很大 可是我们用的心很少 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事先防范的话 用很大的力道 这功效没有什么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这个是我们研讨 那个问题的那一种利益所在 那么债云破 这个债就是成在 就是要借我们自己的分平 各位这样会自己带自己的分破了不会啊 会不会了 债云破 云就是经营 来经营自己的分破 这样来经营 经营的有生有色 能够这个债云破 我们三文七破都是收射的好好 都没有缺一分一片 不是有时候会说少一分一破吗 有时候霍天庙寺长会讲 说你的分片已经算了 各位有没有散了 都齐全 三文七破都齐全 所以我们债云破 然后要报一 这个报一就是报字那个大道 一就是道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 知得一万事必 你知道一万事万物都毕业了 因为那个一我们把它牵起来 一把它拉成一个圆圈就变成无极 我们把那个圆圈一切断一拉直就变一 然后把它融收就变一点 这一点就是相关 所以这个一就千变万化 所以四目的开头就是一 知得一 你知道根源的 知道本来的万事万物都毕业了 毕业了没 毕业了 因为一还没知道透彻 所以还没毕业 所以我们了解说 知得一 这个一都是代表道 道的本体就是一 那在我们身上 就是不生不寐的佛性 我们佛性就是一 所以在营破报一 我们承载着 兼营着我们的三轮七破 然后报住大道 就已经报住我们大道 报住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因为有佛性本体以后 才生花所有万象万事 所以我们能够报一 报住大道的本体了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感谢观看